各位观众,欢迎收看第二节的股谈事件 上一节我们提到通胀问题很严重 录影时间是6月16日 昨晚美国正式宣布加息0.75厘 是近30年单次加息幅度最高 好的,你怎样看这件事呢? 联储局上个月还说 其实不会考虑加4分3厘息 今天已经转态了 是否通胀问题这么严重 联储局即使是牺牲公信力 甚至乎可能经济增长 都要将通胀打下来呢? 当然,拜威尔在记者会上都说了很多东西 大家可能都要留意 其实也不是这次 过去年多 大家明白联储局在判断整个形势上 是有少少落后的 每次都说暂时升,没有影响 但结果出来,其实大家都见过形势发展 其实就有少少失控 而最新你今次见到 其实无论 他都说参考最新的CPI数字 就是刚刚出了上个月就是8.6 比起想象中 其实即使你说去年11月开始 以联储局的态度和政策方向和工具 其实开始收紧 但完全控制不到通胀 所以我以形势 其实他在这段时间都说 希望先落重弱 希望情况受控 之后再有空间收一收 但是似乎这段时间大家很毫无懸念 即使他说希望之后收一收 今年可能联储局预计 都可能到年尾都要加息 加到3.4左右 现在是1.5至1.75 即是再加一倍 未来四次会计 大约如果照计数 应该每一次就加50点指 因为如果很短线地说 市场就很关心 究竟是否每次加75点指 如果你很细致地看 昨天刚刚2点钟 出了那个议职记录加75点指 其实市场反应是差的 因为代表通胀失控 然后鲍威尔出来 和纳粹记者问题的时间 他特别说75点指 这件事就不普通 不是说每次都是75点指 希望之后形势好一点 他可以减慢一点 不过我想这段时间 大家尤其是施老板之前有讲过 其实公信力就越来越低 他每次都说搞得定 但暂时都搞不定 因为原本美国方面 有少少估计认为通胀见顶 因为你的通胀现在是 是年一年比去年同一个时间 而去年4月其实通胀已经开始上来 即基础已经是大了 PPI又回落了 最新的这个星期 CPI暂时都是高的 基础的影响不大 现在仍然在升 所以就要出重手 其实我们这个节目很早期 我都赞成一开始要加多一点 要客客市场 客客市场 早不客客现在才客客 作用不算很大 问两位意见 公信力真的开始有些质疑 虽然今次他说 下次应该不会考虑0.75 即安抚市场 会不会 其实我知道最怕就是7月2食 都会加0.75 事实上现在 联储局非常被动 我常常开会小说 他现在常常都出现 我都决定不了 我都是看些数据 刚刚CPI 因为有些记者朋友问他 究竟是否因为上个星期出了CPI数字 令到原权局之前明明就说 不会加75点指 突然间就加出来 他都说 他都是位置 基本上他都是看数据做人 其实可以这么说 他们对那个形势判断 还有那个把握 其实就不太强 也都没有什么信心 所以你说 未来 即现在他安抚一下 可能是50滴 可能是75滴 但他都说不准 因为他 他可能都是在这里很希望 即是主观希望 通胀不知为什么可以受控 可能拜登又减少油价做得到 但是形势其实就不是很松动 我又追问浩德尼 市场刚才你说的 预期今年加到3厘以上 其实联储局 就是昨天的会议里面 都有他们那些18楼项 除了白威尔 也有很多很厉害的 经济家负责投票的委员 他们都会每一次会议之后 都会谈一谈 对于未来一段时间 无论经济展望的看法 去到年底 他们自己的委员 估计就应该去到3厘4左右 3厘3厘5厘 我的问题就是 市场其实就是3厘8厘的 市场是否已经反映了 或者美股也担心美股会调整 美股你觉得反映了 大概3厘4厘的加息 我正正想说一个重点就是 其实市场是觉得联储局落后于形势 昨晚出现联储局的会议 其实市场就不买仗 我觉得3厘4厘是没有办法处理到通胀 市场如果你参考美国联储的债券的期货 它的定价其实就代表市场对于未来一段时间 那个息口的预期 其实市场就觉得应该借数到3厘8厘 即是说 觉得联储局对通胀的看法 都是过于保守 不够明白 意思实际上 拜会也有特别说的 你看回现在物资工大学的通胀预期的数字 他们联储局有特别参考 看到市场都开始更加明白 今年可能有3厘 最近的预期是在跳升 所以我相信市场其实觉得联储局 在过去一段时间 都不能够真是很回应到经济问题 关于加息 有些经济学家认为 近来的通胀上升是因为供应问题 可能是俄罗斯战争又加上升 现在联储局的做法就是打击需求 先生你看不懂联储局用这个幅度 真的会令到通胀下跌 还是好像去年估中了 联储局可能加息会越加越多呢 你加息 希望钱就留在银行系统 不要流出去 不要消费的意欲去得太高 但是你的息口可能要去到高通胀才能起到作用 最多你说以前负利率是大一点的 加息之后的负利率可能是减少一点 令到货币流通的情况可以减少一点 其实我印象中美国QE之后 其实货币的流通量都不算高 不是说出了那么多货币都在市场上拼命流转 所以是不是加息就可以起作用呢 原本都不是 那些货币流得很厉害 基本上是可能因为有财政政策 令到普罗大众都有收入 派钱 因为之前金融海啸之后的QE 是没有怎样增加通胀 这次才通胀厉害 所以通胀的原因是否判断正确呢 是否纯粹因为息口过低造成呢 这个其实都要走过才知道 现在他们都想用一些非利率的手段 譬如现在说中国的关税 可以取消它 可以令到消费者的负担简轻一点 另外譬如你 那个运输物流方面所受的影响 是否可以有其他的行政手段 政策手段去解决呢 如果都是解决不了的 更是恶化的 那你的通胀就不容易解决 我觉得这一次解决通胀 不能够只是一个手法 即是加息 加息可能不足够 所以要配合其他政策手段去一起做 其实如果看回最新的CPI的数字 其实如果你插手去看 其实就好像我们之前几集 都有陆陆续续讲过 其实那个通胀构成其实很明显 如果用回刚刚上星期的CPI 所谓8.4% 其实那个是扣除了能源和食品 就是我们讲过这段时间 其实那个供求樽颈就是能源和 即是计划率会更加高 其实如果你计算能源和食品 其实那个通胀是去到10% 第二反正如果把头线8.4% 减了贸易的通胀 其实只有6.4% 那就是说 由于贸易就将他们的通胀加了2% 那这个就好像施生说了 就是为什么 2008年之后 全世界不停地引人子 但是没有通胀呢 因为发展中国家 尤其是中国 就是用强大的世界工厂能力 就是用一个很便宜的价钱 买了很多隔年物美的产品 解决了 这段时间其实 由于关税的问题 施生 这个星期都有一个小篇 已经解释过 其实那个其实也是 就是将他们整体的通胀问题 为什么捆绑得这么厉害 所以 尤嘉他希望做点功夫 刚才说 可能在现在最新拜登 他个人都倾向在关税上 可以有一些空间 虽然好像内部 他们都是 一些物费代表的看法 就暂时未有一致 不过 我想好像施生说 就是外于那个利益形势 他们这个都是要 就是稍少减轻一下 整体的通胀压力 就是没有一个单一个 解决问题的方法 但是那几个方面 他们都要做工夫 我相信都可能要采取一些 不是那么传统的行政手段 去解决都不顶 例如是怎样 例如是怎样 物价管制 供应 就是西方 譬如在战争时期 都会出的某些手段 就是一个就是 对某些基本影响民生的物价 所以通胀问题很严重 但是加息是否真的会打击通胀 或者压低通胀 就要时间才知道 但是立刻影响 就是很多资产的价格 其实都大幅波动 其中一样就是 近年都颇多人喜欢投资的虚拟货币 虽然施生应该不太喜欢这个资产 好得也有研究过 近年都颇多人喜欢投资的虚拟货币 近年都颇多人喜欢投资的虚拟货币 其实无论是比特币或者以太币 都相计大跌非常多 一年计差不多跌了六七成 而去年上市的Coinbase 甚至乎要财源 好得你如何看 会否在加息周期之下 这些虚拟货币的泡沫终于爆破 是未来会继续随着下跌 第一个要说清楚 加息对大部分资产的股值 都是有一个不灵的影响 所以加息大家害怕 买楼也害怕 买股票也害怕 买债也害怕 其实所有资产都是要面对同一个问题 不过我说第一 这个加息周期 会不会在滞涨的情况下 去到补出 可能到明年 其实市场开始估计 经济收腿 会令到加息周期又再完结 但暂时比较保守 我们都觉得暂时一段时间 都是要预计加息 在加息底下 其实如果有留意多些股票市场的朋友 一定知道 加息的时间 那些增长股 或者是科网股 或者是那些要讲股仔的 讲长远股仔的资产 其实影响一定大 因为我可能如果平息 或者负利率的 我觉得我放在银行 都反而没有息收 我反而买信你的股仔 坐多几年都可以 但现在不是 现在我们可能有部分 香港朋友都知道 我现在去做一年定期 可能有两厘的 你还会说 如果我 不如代代平安 放在银行里 所以很多 所谓 增长的概念 我觉得 虚拟货币 整体来说 都是随着一类 就是 这是一种新的 资产 当然 有人喜欢它 有人不喜欢它 但无可分解 它的性质 都是 你拿着虚拟货币 是没有租收 没有盈利 都是偏向你相信 这件事究竟未来的发展 现在很明显 一个收水的情况下 无论美国科技股 都会出现一个问题 大家都觉得 对前景有些保守 对股值有些保守 他们受到冲击 亦都是正常 再加上 本身虚拟货币 真的是一个 比较新的资产层 里面的人 其实 有些可能就是 认真 就是万中中 股票市场不同 股票的楼 其实是一个 比较成熟的市场 参与者 其实有很多高手 亦都有些专业的人士参与 所以 他们整个行为 会比较成熟 但是虚拟货币 无论你喜欢好 不喜欢好 大家可以承认 譬如我都看过数字 超过一半 虚拟市场的参与者 是过去12个月 才参与这种资产 所以 当市场参与者 成熟程度 不高的时间 波动性一定是大 我就很公道地说 因为金融市场 每一种资产都有周期 起月跌 跌的时候 都是觉得那样东西是不好的 但是是否完全没杀光 我觉得未必是 不过现在 像阿迪说 熊市必定出现了 好的比较正面 施生 会不会有改变你的看法 虚拟货币 经过一两年的时间 你觉得可能都有一些 投资价值 我就一路认为 它不是一种资产 所以就没有什么投资价值 它只有赌博的价值 投机的价值 我甚至有些猜想 觉得联储局是否都乐于见到 有这些投机的产品出现 当它QE的时候 有一部分出来的资金 就流落这些 迟早会有蒸发的地方 这些资金 不需要缩表也会蒸发 在这方面 我是完全用来施老板的 因为我实际说 现在的虚拟货币发展 其实是美元金融霸权的延续 因为整个虚拟货币 其实最大的得益者 也在最近 拜登也正式在几个月前说过 其实他不是在想 如何制裁这件事 他在想在这件事的发展上 美国如何扮演一个更加好的着数 即是更加好的角色 在上的地方 如果再发展下去 会对美国的金融整体是一个利益 跟其他国家 其实很不同的态度 无论如何 现在加息似乎比想象中高 很多资产价格都比较波动 记住 各位投资者 投资的时候要量力而为 另外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 一定要赞 分享 以及订阅我们 金融生命的频道 我们下一集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